Hello 大家好 之前大家不是說我 直播鏡頭不好看的 是因為之前是用手機做的 我當然是很喜歡用手機做的 但我之前試過很多紙幅不行 所以我現在再試 居然讓我成功到 非常好消息 好 等待聽眾進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講 我這次是做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Herculean 一個非常浩瀚 起長城的艱辛的任務 去講心血管疾病 因為這個題目 老實說沒有人是有一個確實的答案 醫學界有它主流的看法 對於What causes Atheroscoliosis 就是說這個 心臟動脈的阻塞 引致心臟病 因為如果你說我只講心臟病 其實What is 心臟病 這就是今天我們去探討的事情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我們就稍等多我一會兒 我很快的 我想分享個影片 去生同感受的項目 還有分享我自己的生同女王的項目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好嗎 等多一點朋友知道我們來了 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是沒有被颱風飛燕吹走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飛燕去了日本 我去之前沒有時間去查天文台 然後去到那裡就覺得 哇 怎麼這麼涼風 這麼大風 那些傘差點被它吹屈 就沒有了 然後大家就問在日本安不安全 我也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 Don't worry 我在東京 我在東京的 我亦都去了廉瘡 基本上我每次去東京都是這樣的行程 安全回來了 那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等多一點朋友進來 因為今天遲了 非常不好意思 就可以開始講了 好嗎 OK 這個大題目就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如前所述 並不是整個醫學界 科學界得出一個共識 認為的而且確是因為這一堆理由 所以引致會有心血管疾病 並不是的 大家是全有意見分歧 當然所謂的主流意見 就是之前所提過 就是我這個叫做 就是Ancel Key所提倡的 Lipid Hypothesis 就是脂肪的假設 或者是Diet Heart Hypothesis 但是記住 他自己舉出的時候 他都說是Hypothesis 就是 並不是已經印證了 是真實 是已經是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OK 即是你正如你在法庭上面 如果你要判那個人有罪 要坐牢的話 必須要是能夠說服到 Grand Jury 即是陪審團 這個人毫無疑問 他絕對是有罪的 OK 我接下來幾集 你問我到底這個心血管疾病 這個題目 我要說幾多集 我老實說我真的答不了 有機會是5集 7集 甚至9或11 為什麼不是3集 一些小一點的題目 像之前我們說痛風 就可以是3集 但是心血管疾病 一上一集就叫大家投票 你選擇心血管疾病 還是說濕疹 老實說出來的票數是五五波 但是為什麼會選擇心血管疾病為先 是因為這個是Life Threatening 就是會拿你命的 濕疹是否很痛苦 的確是 它令到你很難受 你會不想外出 不想見人 不想去附約見朋友 會痛會不舒服 可能你睡醒 甚至床單會有血 會有很多皮 是很不舒服的 那我是不是過羅人 我曾經 在06年的時候是有濕疹的 我幸好我不是在臉上 我幸好我不是很嚴重 但是這件事是困擾很多人 我知道 這個題目的答應 我絕對會說 我說的時候 我亦都會 伴隨著相關 可以幫到手的題目的 就是一些手工的選擇 但是現在我們說的 是會拿你命的東西 我來的這個心血管疾病的系列 會有什麼呢 就是一個高脂飲食方法 就是我們生童所吃的高脂飲食方法 不論是飽和脂肪 或是不飽和脂肪 是對你的心臟健康 是不會有負面的影響 直接說 是不會影響到你的血液裡面的膽固醇 分泌的 OK 第二件事 我要說的是 高膽固醇根本 不和心臟病有任何的關係 OK 即是說 這個 血液疾病 是有一部分 其實不完全 在我的意見當中是正確的 OK Statins 現在 醫生會開給你的Lepitor 或者其他相關藥廠出的 抗膽固醇藥 其實並不是真的能夠保護到你的心臟健康 亦都不能夠將你免於心血管疾病 OK 它其實是有別的用途 OK 包括阿士匹靈也有其他用途 可能阿士匹靈是一個更便宜更好的選擇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會有心臟病的話 OK 好了 然後 這個Statins 所能夠為你提供的所謂的保護 其實是相當之有限的 OK 而它的副作用相當之大 我認為你們應該要了解清楚之後 才決定吃不吃 即是不要一來就是 阿醫生說你膽固醇高 就要馬上吃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 有做過一些Study就是大學生應付考試 身體裡面的膽固醇都會高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身體需要管理壓力 所以壓力越高的人 他膽固醇水平越高 亦都是相當之合理的 上一集如果有聽人都知道 其實膽固醇有很多作用 包括就是說 你身體裡面的維他命D 其實跟膽固醇是有息息相關的作用 你身體之所以能夠產生維他命D 其實跟膽固醇是有直接關係的 而你身體裡面每一個細胞的存在 它為什麼不會爆破 為什麼它還有一個圓形 或者橢圓形 或者扁扁的圓形 都是因為膽固醇 它的細胞壁 其實就是膽固醇所做 你的大腦裡面絕大部分的構成物質 就是膽固醇 你身體的性肌固醇 就是我看到你 我知道你一個男生或者女生 或者你會不會提早停經 你會不會有男少爬起功能障礙 遇事等等 都跟你的膽固醇 身體裡面的分泌有關 跟壓力有關 跟身體的應急機制 就是你出血的時候 跟膽固醇的效果 都是有關的 OK 好了 這樣就 在你們聽一些專家意見 quote and quote 專家意見 你的家庭醫生 或者心臟科醫生 的意見 叫你吃膽固醇藥 聽清楚是降膽固醇藥之前 就是status之前 希望你們了解清楚它的副作用 它的正面得益有多大 再去決定這件事 我絕對沒有能力去醫治你的病 我絕對也不是在這裡 去教你們應該怎樣做 我只不過是提供多一個資訊給你們 給你們自己做參考 自己去決定你應該怎樣做 好不好 你會不會聽完這個系列之後 就發覺 我也是算了 我也是不吃了 如果我們不吃status的話 我們有機會是可以 不需要承擔它這麼多的副作用 OK 好了 我第一個要跟你說 到底什麼叫做心臟病 心臟病是什麼呢 心臟病有很多款 你說的是哪一款呢 OK 因為我們要講膽固醇 我們要講飽和脂肪 那為什麼會這麼怕飽和脂肪 這麼怕膽固醇 都是因為心臟病 心臟病 心臟病這麼多 Fenticular Hypottery 然後Wolf Parkinson White syndrome 我只是說幾個 有一堆的 但是呢 大部分人最怕的是 你的心臟動脈 裡面有一些灰黃白色的組織沉澱 而阻礙你的血液通過 然後呢 就令到那邊的心臟組織壞死 OK 那這一個呢 英文 中文 我要搜尋一下 為什麼 媽媽正在做節目 OK Atherosclerosis OK 那我檢查一下它的中文叫什麼 那我馬上回答 我現在的Google Translate 還在翻譯日文 因為我今早才從日本回來 Atherosclerosis OK 好了 就是動脈觸養硬化 看到嗎 OK Yeah Atherosclerosis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 Athero 或者Atheroma 就是形容你動脈內壁裡面 那些灰白色肥軟的東西 在裡面積聚了 那樣東西呢 你也可以叫做 Atheromatis Plagues 就是它好像 Plegs 怎樣形容呢 就是一些硬塊 你不要以為它軟的 你不要以為它肥高 但是它軟的 不是的 其實是硬的 OK 我聽過一些外科醫生說 解剖的時候 它好像要剷起它 而它好像一片片搭著 很恐怖 你想想一下 這個動脈 我當你這樣 好嗎 你裡面一塊塊掀起 然後這樣 塌 然後血就過不了了 但是我想說 這個也不是最害怕的 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最害怕的版本 其實是 這個所謂的動脈 觸氧硬化 其實它是一個Bubble 它是一個Sys來的 就是說 它拱起了 它裡面好像是一個水狼 那這個水狼一爆 然後呢 其實就不是 有些東西阻礙著血行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就說 我吃填漆 或者我吃什麼 通血管的東西 什麼鋼三膏 等等 其實你可以猜到 我的立場會是怎樣 我接下來這麼多集 我會示範給你聽 其實你膽固醇低 你的死亡率更高 我的兒子 對了 更危險 做什麼 你有指甲 你這樣跳上來 媽媽會痛的 知道嗎 不要緊 有它 接下來我會示範 我會有實質的數字 我知道有些聽眾 例如是科學底 或是醫學底 他們會問你 你的Citation是什麼 放心我會提供給你的 OK 但是 我說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很震驚 但是 我想說 那些什麼鋼三膏 鋼膽固醇 什麼藥 你暫且不要吃 你暫且容忍 少等一會 給一些時間聽下去 看看 到底我是不是真的要鋼這些 想清楚 OK 然後才去做 好了 我們就說了 就是說 這些 心臟動物 筋鋼膽固醇 硬化 那些硬化 其實它有 在美國的心臟集中 它有一個五級的 但五級裡面 它會再拆 五一 五二 然後 四A 四B 一直這樣拆下去 你會暈的 你會覺得它本身 就是小小的脂肪 你知道我們從小到大 聽很多人說 好像 你的坑渠 你把肥膏倒進去 它就塞住了 那時候會覺得 是的 我吃牛扒 那條邊 我不吃的 然後我放進去洗 我日後看到 那些油全部禽了 糟糕了 如果它入到我的身體裡 它就這樣塞住了我的動物 那我就遲早爆血管 你就是這樣想的 我告訴你 第一 你的血管 並不是你的坑渠 第二 坑渠 是沒有溫度 你現在人是有溫度 分別就在這裡 還有 為什麼你的身體會 任何你吃了的東西 如果它已經沒有位儲存 它就扔下去 扔下去 做飽和脂肪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你真的喜歡 儲存飽和脂肪 是有原因的 這個又要等什麼時候聽 不要緊 這裡我們不要拆開說 因為我也有聽過聽眾回饋 他們的意見就是 你講話很亂 我聽不懂你說什麼 你英文又多 豬油名詞又多 這一集其實已經講過 就是說 會有很多的 我們叫做 技術的語言 沒有辦法 這些言語一定會有 即是醫療語 是一定有的 沒有辦法 即是你學任何東西 你學佛學都會有的 例如你想學水晶 它有很多名字 所以大家要先用這個部分 是不是找奶媽來照顧你 你做什麼 不管你你不開心 乖吧 玩著先 自己慢慢看 好了 如果你想知道 一般的看法就是 我動物裡面出現第一次的 第一層 脂肪積在什麼時候呢 其實是十多歲 十多歲才開始有這件事 但是它會越來越厚 而且越來越大塊 慢慢 to a point 不是每個人都會的 但是很多人都會 所以就這麼多人有心臟病 所以就這麼多人有心臟病 就是它會去到成為 就是 to a point 它就變成 硬化了 好像鈣化了 然後就變成 好像 屈頭 我剛才形容過 外科醫生跟我說 解剖之後 出了一片片 直接是橙的 硬到這樣 你會覺得 這麼奇怪 為什麼脂肪會變硬呢 其實之前 如果有聽過以前的生徒感受 你都會明白 因為 藥族有提過 就是說 其實 那些組織 它除了有膽固醇在裡面之外 它真的有鈣 在裡面 那鈣 連著膽固醇 連著 血絞環 其實是三樣東西的組成 形成了一塊膠布 它就黏住了在你的動脈的內側 那為什麼你好地地去動脈內側 為什麼你不去第二道呢 不是靜脈 或者不是我的臉 或者什麼 其實之前都有提過 是因為出血 那你的動脈出血 那你身體不想你出血 它怕你會死 那我就傳了這三樣東西過去 形成一塊膠布 就搭住了 在你的動脈裡面 所以它硬化 是因為真的有鈣在裡面 OK Kalcify OK 好了 那你會覺得 喂 糟了 有一塊脂肪 成為一塊鈣化了的硬塊 呢 要多久的時間 普遍認為就是 很多很多年 可能是 要十幾年 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 總之是以十年計 其實沒有人真的知道 因為你不可能做一個生歐的人 劏開他 看著他的血運行 然後天天 好像 那些 用Time lapse 看著他 今天又厚了一些 你只能夠 就是說 開刀 如果那個人需要開刀 就開刀 然後 就到他死的時候 你可能打開他 就發現他裡面很多 但其實沒有人知道 他用了多少時間 會形成這麼厚 還有 什麼情形之下 形成 有些人很直接的 A等於B B等於C A就直接等於C 跳台 跳邏輯 就是說 因為 這些動物 觸養硬化 它裡面是有膽固信 而食物有膽固信 所以食物就會直接令到你 會有 血液裡面的膽固信 形成這一種的硬化 喂 證據在哪裡 沒有的 只是 A等於B B就等於C A不等於C 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 這種邏輯 是很容易騙到人的 之前很多人會相信 我倒一些動物脂肪 然後 你會想到 我的血管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 OK 就是 反而不是那個 真的硬化了的 那個 蓋化的 那個硬化是最大的問題 它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很不穩定的 那些 的蓄養硬化 就是 它 慢慢形成 但它形成的過程 裡面是一個 Cist 即是 它突然之間 好像一顆暗瘡一樣 它爆了 這樣拱起了 而拱在裡面那些 還是液體 OK 然後不知為什麼 突然之間 它 硬啊 砰 然後 這些 semi-liquid OK 裡面有些什麼 有脂肪 有死了的白血球細胞 然後 有些 那些 血塊 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它一爆的時候 它就會 令到 你的身體 收到訊息 就說 喂 趴街了 大鑊了 喂 立刻送一個 敢死隊來 它有個名字 叫thrombus 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medical jargon 叫thrombus 三口肌 就是一個blood clot 立刻去蓋 蓋住它 那它就會出現 越蓋越厚 越蓋越走 其實隨著年紀增長 那些蓋化不是大問題的 它一直會上升 除非你 說真的 英年早生 如果不是 那些蓋化 會出現 當然有辦法預防 我們接下來都會說 但是真正危險的就是 爆破 而爆破 出血 令到 膠部 形成得越來越厚 OK 好了 如果 這個爆破 是令到 越嚴重起來 令到 血液停止 供應的話 你那個 心臟組織 那個 就會沒有氧氣供應 這樣 就會一個叫做 infrax in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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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一個localized 的necrosis 即是 細胞死亡 OK 就是直接 沒有血道 其實不用說這麼深 總之就是沒有血道 OK 這個 是叫做 myocardial heart muscle infraction 簡單來說就是MI 如果醫生說 那人有MI 你就知道 他的心臟死了 my heart just died a bit 我想說 心臟病之所以這麼危險 我擺過 心臟病之所以這麼危險 就是 一半 50% of heart attacks are fatal 就是說 心臟病的一半是致命的 而 治病的一半 絕大部分是第一個小時就死了 即是他一爆 他附近沒有利底院 或者沒有任何東西 醫院又不在隔壁 沒有人救到他 基本上 很多是第一個小時就死了 那 如果他可以熬過第一個小時 不是一個嚴重的大爆破 OK 就有一大堆事情可以做到 就是medical intervention 就可以做到 那 我想說 就是 早期的心臟病的藥 就是去防止 這些 防止這些 血液裡面 就是那些 動物觸有硬化裡面 那些水囊的爆破 是令到他能夠瓦解 OK 但是說到這一點 也要看一件事情 突然說一下心臟病 讓他講腦 很多時候 我們聽到一些人說 中風啊 腦出血啊 這樣 其實有兩種 一種就是 他有一種的觸藥硬化 他脫落了 上腦 但是腦的血管很幼 他塞住了 OK 那如果醫生 認識到他真的塞住 他可以給一些薄血藥去通他 但問題是 如果是第二種 就是說一條血管爆開了 OK 而你給薄血藥下去的話 他就會加劇 那個地區的出血 所以 很多時候 如果有病人 是腦出血 你是要 identify 他到底哪一個情況 你才能夠 去做到事情 而很多時候 是去不到那個位 就已經 damage is done 所以我知道 好良的事情 就是說 預防勝於治療 你可以想像到 我會跟你說 喂 其實最好的預防方法 居然是高脂飲食 那你會覺得 你瘋了嗎 飽和脂肪會引起 這個膽固醇 膽固醇 會失血管 當然我這一集說不完 但我接下來這麼多集 會慢慢展現 讓你知道 其實不會 反而高膽固醇 高脂肪反而會保護到你 我現在繼續說 我慢慢說 因為我想盡辦法 怎樣令他沒有那麼悶 以及怎樣 沒有那麼 技術 大家不會想死掉 技術 轉台 早期的藥 就是去 爆開這些 浪 就是 血管裡面 那些 觸氧硬化的組織 令到他可以散開 今時今日還有用 包括阿士匹靈也是這樣用的 阿士匹靈 就是有這個作用 包括韋哥 其實當初也是想這樣做的 就是令到你那些 血塊能夠散開 不要聚集 然後你本身已經有那些 血管 動脈裡面的水狼 能夠爆開 提早爆 不要去到那麼大才爆 因為去到那麼大才爆 那你就可以很大鑊 但是他令到他小小的時候爆開 那你就可以控制到 這樣 所以自己引爆 不是他 就像這樣 那樣 就是 assuming 你可以 manage to bust the clot before 你的心肌肉 是 damaged too badly 其實 所說 為何有些人 到今時今日 還會吃 阿士匹靈 阿士匹靈 它當然有止痛作用 但是 一個很便宜 就是 泥土那麼便宜的藥 很多人現在還在做這件事 就是 可能他每兩天 這樣吃四分之一粒 兩三天吃四分之一粒 是好的 因為他會薄血 他可以瓦解那些所謂的血塊 防止他大量 和過厚的積聚 However 有些人是不行的 例如他有內出血的人 譬如他有胃羊 十二指腸 蠔羊 等等 這些人是不能夠吃 阿士匹靈 因為他會加劇 他裡面的出血 亦都當然有個危險 原來你已經有輕微的腦出血 或者你有中風的歷史 這件事都是一個隱憂 所以阿士匹靈 對很多人來說是好的 如果你只是針對 預防血化的積聚 它是好的 但是很多人不行 很多人不行 而且這麼便宜 那些藥廠就覺得 那有什麼辦法 可以找到一個超級毒 令到所有人都要吃 越多人吃越好 你居然覺得不滿 很厲害 很感謝你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悶 所以其實我不是不想說 因為我知道這個題目是 例如我們爸爸媽媽 我爸爸不在這裡 但我爸爸生前有很嚴重的 心血管疾病 我告訴你 這件事我又要說 如果我爸爸不是忠同 誤信殘言 走去吃那些人造牛油 然後用植物油煮東西 避開吃肥膏 我爸爸可能還會生氣 這就是我相信 所以為什麼我 我現在每天要花四至六個小時 甚至六至八個小時去讀書呢 而我讀的不是單純 功能醫學 功能營養學 其實我讀多很多東西 如果有機會 我將來會有個門市 會有個診療室 你們進來可以看到很多的診療室 到時你才知道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要在一個節目裡面 曬自己是什麼 多厲害 最重要是我說的話 你覺得可以應付到 我知道心血管疾病 會應付到 因為大家的爸爸媽媽 爺爺媽媽 婆婆公公 長輩都難免會有心血管疾病 我希望大家花點心思 聽完之後 自己消化了 再跟他們說 因為你把我的影片給他們 他們未必有英文有中文 要我坐在這裡看這麼久 那可能要靠你們了 好嗎 OK 繼續說 現在發覺 心臟科醫生和藥廠 發覺有些東西好過阿士匹林 沒有錢賺的 這麼便宜 有些好一點的 有些好一點的玩具 大家聽過通波仔 你找一塊東西 其實也挺恐怖的 如果你真的要講過過程 就是在你一個 我們叫做寬關節 就是在你一個 生殖系統的位置 然後把東西塞進去 透過X-ray 一直搗上去 它就會 撐開 撐開 幫你通 那些 塞了 簡單來說 做青道夫的工作 接著 他收回那個 Bubble 即是收回那個 Balloon 的波仔 撐開了 那便 通了 我爸 是做了四次 我想告訴你 OK 多謝 反而 如果我爸 再生 他會 今時今日 還會聽我說的話 你吃飽和脂肪 It will save you OK 你現在可能覺得我 在這裡 偽然耸聽 不要緊的 我都說了 我不是講一集 要講很多集 接著 醫生收回這個 Bubble 之後 這個Balloon 之後 他便開著 那 他 俗稱是通波仔 Angioplasty 是很聰明的 但問題是 其實 動脈 有這麼多 範圍 你想擺在哪裏 譬如 腦血管 你已經擺不到 還有 他有這麼多位置 那 你是不是全部都幫我通一次 或者每一個位 每一格都要放一個波仔 這樣 還有 如果你說 OK 做到也好 但是很貴 或者說 就算 OK 錢不是問題 那是不是真的 應該要這樣做呢 其實 啊 吃阿士匹令 都可能可以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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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方法 另外還有 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辦法 OK 通常大家 就是 要處理的 就是去到他很濕的時候 那 大家現在就覺得 是啊 預防性癌治療 不如我 防止 它塞 那我就不吃飽和脂肪 但如果我告訴你 其實飽和脂肪 不會塞 你血管 其實真正會塞 你血管 反而是碳水化合物 OK 現在不要相信我 再聽 接下來幾集 我會逐個逐個 告訴你 OK 好了 記住 50%的心臟病發的患者 去到醫院之前 就已經死了 OK 那麼大約有40%呢 就是 其實 他是不是都捱到醫院的 這樣 就是不是很嚴重的 所以其實 這些技術 是有用的 但是呢 是不是在你爆了 那一刻才來救你 就不是 那你可能就是 事先會聽到你醫生說 你會相信他 或你要做這個手術 那你走去做 這樣 但是其實 有醫生真的做過估計 其實他真的可以 幫你去 survive 這個心臟病發的percentage 其實是單位數而已 就是很sadly according to他們 是兩至三個percent 因為都是那句 大部份 你一爆 你就去到醫院已經死了 OK 當然 如果我爆血管 OK 我來得到這樣的事 我也想醫生立刻幫我做 但是 都是那句 如果你知道你的飲食 是有直接的關係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刻 你是不是要等到 大哥 不行了 又要通波 又要吃 不是說媽媽 我不是說 我走去 做這件事 我花得起錢 我要救回我的命 那當然也是 大家年輕的時候 都是以健康換金錢 但是到老的時候 就是以金錢換健康 這個過程 我發現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似乎是 我們都要經歷的 但是 上一集都說過 為什麼地中海 那頭的人 他們膽固醇一樣高 但是他們就沒事了 為什麼法國式吊詭 French Paradox 他們飲食裡面 四成是脂肪 有16%是飽和脂肪 但是別人的心血管疾病的機率 病發率是整個世界出名的低 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會不會其實除了 你在一個動物裡面 找到膽固醇 而你飲食裡面有膽固醇 你就覺得兩者的直接關係 其實完全沒有證明過 上一集都說過 是沒有證明的 這是一個hypothesis 連提出的那個人 Ansel Keys 自己都說是hypothesis 為什麼你今時今日 會當他是鐵症呢 好了 我想說多一點 Infraction這件事 其實它不只是在你的心臟附近 可以發生的 它在哪裡都可以發生的 當然它可以發生在你通往心臟的血管動脈裡面 即是coronary arteries 心臟的動脈 但它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例如在你的頸上 就是coronary arteries 這也是危險的 因為你叫頸這裡 如果有一點點東西 剛才不是說過 腦 即所謂的中風 有兩種 一種就是 它真的裡面突然有一條 小的血管爆了 那這東西 真的買大小的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來的 另一種就是 你頸裡面的動脈 這些位置 有一些 這種的觸氧硬化 即是血塊 那些水狼突然之間一爆 小小的 升上你的腦 所以其實 你說那些通血管藥 有沒有危機 其實都有 因為 每一它通了 它媽媽就上了你的腦 你就不停滑 就是 所以 是一個 Catch 22 即是 吃好不吃好呢 其實有其他 的防疫 接下來幾集 慢慢會回復 OK 是的 我想說 但是很興趣 就是 你的 心臟 當它有一塊 心死 因為沒有血度 那塊 那個範圍 那個部分 的確會變了色 你照出來 它變了色 但是 它不是死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 你想想 那些人 例如凍傷 Frostbite 它是 會黑曬的 而黑曬 是會發臭 是要折肢的 但是你的心臟 somehow 它 是沒有血液供應 它變色 但是它 它 有很多例子 是看到 它是會回來的 就是 它好像在 沉靜以待 那樣 它等著什麼呢 它等著 可能 有機會 你那個 塞了的位 OK 通回 那些血是可以去回 所以 不是好像 哎呀 我凍傷手指 我要折肢 OK 或者好像我身體其他部分 沒有血度 就要折肢 心臟是一個很有趣的器官 不同的 OK 好了 剛剛說過 腦血管 閉塞的情況 OK 但是心臟是不同的 OK 所以其實 大家 我想說 就是 心臟病其實 是 一種什麼病呢 就是血液供應到 心臟出現問題的病 這個所謂的心臟病 其實叫做 Atherosclerosis 就是 心臟動脈裡面的 那種 觸氧硬化 而這種觸氧硬化 其實 在哪裡都可以產生的 不僅在心臟裡面 那麼 它是真正危險的 就是當它裡面 那個軟組織 那些水狼 突然之間爆破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大堆的 剛才所說的膠布 搭著 那這些膠布一搭的時候 就可能完全 斷了 血液供應 OK Causing the tissue downstream 就是它下面的組織 即它下面的組織 OK 瘋了 好了 那 我想說 就是說 你看一看 一個Fact 我給大家去思考的 就是說 請多一會兒 OK 一個解剖 這個解剖是解剖什麼人呢 日本人 就是我剛剛回來的 日本 發覺 日本這一群人都是老人家 因為我們說動物捉養眼花 是隨著年紀增長而產生的 你十幾歲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越老就越多 而這個好像蠟青一樣 但是它是灰白色的 OK 蓋化了的組織呢 日本人都有的 一樣那麼多的 跟美國人一樣那麼多 為什麼日本人的心臟病法 那個數目 即機率 是美國人的六分之一呢 那這個 你要一個 Code citation 1959年 不好意思 你說沒有新的 沒有 好了 第二件事想你思考一下 就是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OK 這些thrombus 這些blood clot 這些血塊 OK 你認為它是 經年累月這樣去產生的 OK 但是 會不會突然之間產生呢 如果突然之間產生 我會有什麼方法預防 OK 好了 第三件事就是 西各地的煤礦工人 即挖煤的煤礦工人 普遍都很短命 很慘 OK 如果你說 俄羅斯做例子 他們是 平均壽命41歲 而 解剖他們 是發現 他們 大部分 都已經是有 心血管疾病 大部分都有 心臟病的歷史 但是 41歲 其實 如果你說這個 血管 動脈組織的 觸氧硬化 41歲 不應該會這麼嚴重 其實是否 除了動脈組織硬化以外 有其他 構成心血管疾病的成因呢 上一集就提到了 記不記得 就是 大家都是這麼高的膽固信 但是 美國 或者西方國家的人 他們的心臟病法率 是高很多的 但是 地中海地區的人 就少很多 那為什麼呢 其實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會這樣 這個是值得思考的 OK 你會發覺 剛才所說的 就是 如果你的心臟 心肌 有一部分 是之前 由於 有這種 心死 不是哀莫大於心死 而因為沒有血度 而心死 你會發覺它進入 冬眠狀態 它是hybernate 它不完全馬上變成 scar tissue 即是創傷組織 創傷組織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你摸頸 或者腰 那些是scar tissue 但是心臟不是 它變了色 它會變回來 如果你的血管通 它好像在等待 一些東西 等你的血管通 所以我想說 你的動物是完全可以 有能力 通 而你的心肌組織 其實就是等著 它在冬眠 等著它通 所以就是說 你知道 譬如你家人 或者你自己是有心臟病歷史 不代表你這一世人 都必須要繼續 是一定一定一定 是要吃藥 或者是要倚賴其他的 其他的 就是這方面 所謂的 medical intervention 你可能有別的方法 OK 是去預防 當然慢慢會說 我想說 Atherosclerosis 不是很簡單 就是說 我的坑渠塞了 我就通它 就很簡單 不是這樣的 OK 而是 它裡面有很多牽涉 很多東西 正如Alan Neu剛才所說 一位很好的網友 聽眾 Alan Neu所說 除了避開不吃碳水化合物之外 其實 煙草 和酒精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還有壓力 OK 都是有相關的 所以 癌病也好 心血管疾病也好 不是單純 這麼簡單 只是 我在一樣東西上 著手就可以了 OK 那 膽固醇到底是否真的 和心血管組織 的壞死 動物 觸氧硬化 真的由於它 而它是因為你吃 上一集 大家都記得 其實 很大部份 是你身體裡自己製造的 我們下一集 就是會說 這個膽固醇 我會 這一集 我只是想說 到底 大家所說的 這個 心臟病是怎麼回事 OK 下一集 我們再說 大部份人以為 它的性癌是甚麼 我們會再說 它真正的性癌是甚麼 我認為 當然是個人意見節目 來的 再說預防方法 OK 所以 都是那句 我不知道我會說三集 五集 七集還是九十一集 看大家的反應 OK 濕疹會緊接其後 是心血管疾病之後 OK 好嗎 今集大家當了解了 心血管疾病是怎麼回事 OK 拜拜 對 兩LD 三一 三 二 曹 是 是